大家好,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对中国的芯片限制是彻底失败 中国今年创纪录的进口了260亿美元的芯片 今年前7个月,半导体制造设备进口量创下新高 中国企业加大力度采购 美国方面没有进行阻止 海关总署本月公布的最新贸易书记显示 中国企业进口了价值26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设备 这数字超过了2021年的最高值 比2021年的最高值还要高 此时美国、日本、荷兰的官员正努力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限制 但是现在一点效果没有 反而是中国加大了进口 过去一年,中国从东京威力科创、荷兰、阿斯麦、美国应用材料公司 采购了大量的芯片设备 由于美国和其盟国加强对中国企业最尖端技术的控制 中国现在购买了更多的中短设备 这种热潮帮助推动荷兰对华出口创下新高 7月份的出口额是超过20亿美元 有记录以来的第二 那么荷兰阿斯麦第二季度对华销售是飙升21% 达到了其总收入的近一半 销售额不受限制的旧系统组成 那么中国企业是努力生产更成熟的半导体 而且中国方面是获得了美国的采购的许可 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并没有阻止中国采购 阿斯麦是尖端芯片制造所需先进光刻设备的唯一供应商 中芯国际去年依靠阿斯麦 上一代的光刻机实现了技术突破 美国是企图阻止阿斯麦向中国提供光刻机 结果被美国自己否定了 也担心中国切断美国的稀土供应 今年6月份 估计中国的芯片制造商的产量在 今年将增长15% 25年将增长14% 每月可以达到1010万片芯片 占全球行业产量1% 拜登一直在收紧限制中国半导体 人工智能等关系技术领域的规定 包括也限制芯片相关制造设备的销售 结果今年中国进口量创新高 260亿 你说美国呢 他对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 是彻底失败了 那除了在芯片方面呢 对中国的限制失败呢 美国现在呢 他的中国的投资也在减少 现在中国方面呢 正在 严格的限制啊 对中国的这个国债 中国的政府债券 中国的国债的这个购买热度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国债现在大股门抢购啊 所以国债的这个抢购潮 中国方面呢 现在是发出了警告 最近几个月啊 就中国的资金不去买美国国债 大量的跑到了跑到这个中国市场 买中国的国债 就过去很多资金 他实际上是购买美国国债 去跑到西方市场 或者去炒日本这个和美国的股市 就出到境外去啊 把这个资金的放到境外去 但现在啊 大股门的资金开始流向中国的这个债势 流向中国的这个国债 那么也说实际上中国现在呢 因为和美国这种冲突和对抗啊 中国这个资金其实也有一种避险 就从美国开始大规模撤资 一般来说啊 中国的房地产呢 美国是经过了三到四年的时间 已经是拉爆了中国的房地产 但是中国方面呢 进行了这个有效的控制啊 像恒大啊 像其他一些地产公司 虽然他们爆雷了 但是没有影响到整体中国经济 下跌时呢 这个一般的家庭会购买一些股票啊 那么房地产 实际上也是啊 这个经济下跌时期啊 很多家庭这个资金的一个去处 和购买一些房地产或购买一些这个土地啊 来保值 但是现在因为房地产那个崩盘 很多资金对吧 他就转向了购买中国的一个国债 中国现在也开始限制 而且呢 可以看到啊 中国的这个储蓄啊 利率其实也是大幅下降 而中国的股市呢 又是长时间在三天三天左右啊 房价现在也没有起来 那大量的资金 大家看到就奔向了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啊 国债 那大量的这个资金呢 五月份的时候啊 购买中国的新发行债啊 价格飙升了25% 两个月以后呢 人民银行意外降息 又引发了一轮反弹 那这种反弹呢 可能将收益率啊 推至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水平 所以中国央行呢 是建议啊 银行冷静下来 不要再购买投机性的债券 中国的国债期货呢 最近几周呢 也遭到抛售 不过银行呢 并不是唯一买家 根据扎大银行的估算啊 前七个月 投资基金啊 购买债券 购买量达到53%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呢 有大量的这个海外的资金啊 通过中国的这个国内市场 来寻求一个投资 而不去国外 不去海外 购买美元资产 而去购买中国的国内资产 而且这个规模是非常大 通过这个各种基金来投资 也就是现在呢 中国的这个资本啊 正在从美国逐渐的退出 正在寻找新的去处 那未来呢 实际上呢 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和美国啊 在经济军事政上的对抗 会逐渐的升级 那所以说 大量的这个中国资本 也担心啊 像俄罗斯一样 整个的财富财富啊 在美国的银行被冻结 把你这个财富没收了 所以提前就从美国开始撤出 所以我之前就说过啊 就是中美之间这种紧张观 因为台湾问题紧张关系 中国这些富豪 他都不是傻瓜 你看到俄罗斯那些富豪 你看到阿波拉莫一起 切尔西老板就知道 他如果提前做准备的话 他也不至于卖 那么便宜的价格卖切尔西 他如果提前准备的话 对吧 所以这个俄乌战争是非常突然的 他也没有准备 他没有准备就对了 你要有准备了 那美国早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很多东西就没有突然性 所以呢 现在来看中国呢 在台湾的意义上啊 中国这些富豪他也不傻 也知道整体大概啊 中国方面和美国也是很紧张 为了避险 人家也把大量资金从美国撤出 那到中国呢 现在看啊 中国的这个经济呢 实际上呢 为了防止美国狙击 所以你看中国整体的经济 是非常 那么今天呢 这个美联储这个会议呢 也已经定调了啊 准备转向了 要降息 可能是降息50个基点 所以今天大家看的这个美元啊 美元的整个的这个 对其他的主要货币 包括对人币啊 都是在下降 你说美元资产现在来看呢 抛美元资产啊 来买人币资产 对吧 这是一个趋势的啊 而且我说过啊 很多这个真正的啊 有钱人早就已经抛售完了 也就是说早就开始撤离美国了 我呢是三月份啊 三月份二月份的时候 去美国还有欧洲的时候 我做的节目就跟大家讲了 所以你可以看真正的 主力啊 真正的主力 人家早在 年初的时候 人家已经离开了 所以大家就能看到现在啊 8月份 美联储降息 那等人家都宣布降息了 你再动 那你就是被收割了 所以实际上你看很多的资金 已经提前动 现在来看呢 美国现在对中国啊 它的包括芯片战 包括金融战啊 一点办法都没有 芯片的中国又有稀土 它又不能限制中国的这个稀土 所以芯片中国也是啊 进口增长历史的新高 如果美国真的想限制中国的芯片的话 不可能中国这个芯片制造设备 进口量或者进口的规模啊 空前 那么也说西方还有美国 根本没有限制中国的进口 就是因为稀土 彻底失败 金融方面呢 现在看中国的金融 整个的政策求稳 股市也是非常稳 没有大涨也没有大跌 不给你机会狙击我 那么也说中国的这个金融方面 也做到了不被美国狙击 中国的金融方面 现在来看也是在去泡沫 在寻求一种平稳发展 拆雷 那现在看美国拿中国的经济 看他看一点办法没有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根本无法限制中国 中国的这个产业升级 整个芯片制造 未来这个新的芯片技术 包括现在这个光刻机技术 都会提高的话 那美国的技术优势 会逐渐被中国追赶上 而经济上呢 现在随着这个美国的降息 美国未来整体 它这个经济 会不会进入这种衰退 现在都很难说 你说美国呢 像不能像过去那样 靠升息来收割这个中国 来收割时间 所以整个的这个中国的经济 会逐渐转向好转 转向一个正常的运行 那么也说实际上中美贸易战 现在来看 中国顶住了美国 过去两到三年的时间 对中国的狂轰拦炸 从这点上看 我觉得中国是胜利者 中美博弈中 中国是胜利者 没有被拉包 这是非常难得的 你可以想象 97年光一个索罗斯 它就能拉包整个东南亚 这回是整个美国 中美这个贸易战 你可以看这个规模 科技战对中国的各种限制封锁 美国什么都没有做成 也是说明中国真的强大了 我觉得中国是被美国印证的 在全世界面前 被认证成为美国的对手 没有国家能成为美国的对手 没有 只有中国 在和美国打这么长时间的贸易战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平稳的发展 也就是中国真正的崛起 中国是有实力取代美国的 都正在发展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